大家好 我是陈仁謙醫師 邀請您訂閱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喔 大家都會覺得天生比較豐滿胸部比較大的女生 隨著年紀之後乳膀都會比較容易有下垂的現象 所以就會擔心假設我們熔乳手術 會不會造成我們的乳房更容易下垂的這個液體 其實大家不用太過度的擔心喔 如果我們今天再選擇一個適合本身皮膚基本比例條件的甲體 放到我們的身體裡面之後 因為身體會形成一個夾磨的結構 把我們的甲體牢牢的穩定的hold在同一個區域 再加上因為甲體本身的體積不會流失 它會幫我們的皮膚跟淺層的乳線把它往上頂 所以反而它會得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效果 那大概10年左右 其實我們的胸型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喔 在某一些比較極端的案例之下 那確實就有可能造成甲體往下移動的一個現象 造成乳房變形 那譬如說就像我們的皮膚非常非常的薄 非常纖細的女孩子 那我們又選擇相對大的甲體 那放的層次要放的相對比較淺一點喔 其實就有可能造成這個甲體隨著時間 因為我們的皮膚撐不住這麼厚重的一個甲體的重量 然後造成這個甲體往下滑動的現象 加大 unhappy 是謎中央 有的搭乳 沒有這些傾向 我們可以說